如也为愿你安好 想你了 想拥抱的清晨 都要陪我 陪我回 很久后 黑彩 随便还给你抱着去伤 美好 接着梁月盈成为2022年好声音总冠军 节目史上第11位总冠军诞生了 作为国内最具影响力的音乐选秀节目 好声音总冠军的发展一直备受关注 那么梁月盈前面的实际总冠军 现在发展如何呢 第一季总冠军梁博 不温不火 作为节目史上的首位总冠军 梁博的发展不能说多好 但绝对不差 主要是他的创作才华支撑着他走到了现在 可想而知梁博要是不会创作 更没有那几首还不错的代表作 恐怕早就销声匿迹了 第二季总冠军李奇 几乎销声匿迹 前些年还时常能在综艺节目中看到李奇 但这两年我再也没有看到过他 几乎名为众人了 没办法 没有作品 很难走下去 第三季总冠军 张碧晨 大红大紫 不用说 张碧晨一定是节目史上最成功的总冠军 现在已经成为华语乐坛的当红歌手 张碧晨能活起来 就是因为畅火的凉凉 可见作品对歌手的重要性 第四季总冠军张磊 几乎销声匿迹 张磊刚夺关那几年 其实发展的还算不错 给很多热门电视剧唱过主题曲 但后面就慢慢掉队了 现在也几乎销声匿迹了 主要也是因为没有拿得出手的作品 第五季总冠军蒋敦豪 始终红不起来 蒋敦豪目前倒不至于销声匿迹 偶尔还能看到他参加综艺节目 不过始终红不起来 就是没有红的命 说到底还是没有好的作品 第六季总冠军 扎锡平措 最神秘的总冠军 为什么说扎锡平措是最神秘的总冠军呢 在我的印象中 扎锡平措一读冠就消失了 反正我再也没有看到过他 据说他是老师 回学校教书去了 第七季总冠军 但曾尼玛 偶尔直播 跟扎锡平措一样 但曾尼玛也是藏族歌手 也是老师 可他为什么就没有立马消失呢 而且现在也偶尔还可以看到他直播唱歌 不过但曾尼玛虽然厉害 但也没有发展起来 一句话还是没有作品 第八季总冠军 邢韩明 争议最大的总冠军 既然争议最大 可想而知发展必定艰难 事实确实如此 邢韩明倒不至于销声匿迹 但一直得不到观众的认可 说实话 拿冠军对他来说 反倒成了烫手的山芋 如果当初知道 今天会面临这么大的争议 邢韩明还会要那个总冠军奖杯吗 第九季总冠军 单一纯 红得最快的总冠军 张密成夺冠之后 好几年才凭借歌曲 凉凉走红 单一纯则是盲选时期 就因为翻唱 永不失恋的爱走红 如今的发展完全不逊于张密成 各种热门综艺不断 但就差一首属于自己的大爆款歌曲 第十地总冠军 五颗月 不温不火 五颗月夺冠一年 发展一般 看得出来 他很想赶上赵密成 和单一纯的步伐 但从热度上来说 还是差了一大截 对于五颗月来说 也是一样的 想要活起来 最终还是要靠作品 颜值只是辅助 所以如果五颗月在一两年之内 还不能拿出至少一首出圈的作品 他也会慢慢敏为众人 从上所述 我们可以知道 好声音实际总冠军 真正发展的还不错的 只有两个 一个是张碧晨 一个是单一纯 不温不火的也有两个 一个是梁博 一个是五颗月 而剩下的六个总冠军 现状都不好 梁玉莹会成为张碧晨 单一纯那样的歌手 还是会成为梁博五颗月那样的歌手 或是敏为众人 现在不好说 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 如果没有作品 迟早会被大众遗忘 节目组让梁玉莹夺冠 释放了一个更重要的信号 那就是好声音还会继续举办下去 如果好声音真的不办了 那么今年夺冠的就不是梁玉莹 而是蔡紫衣了 既然好声音还要举办 那么明年又会有哪些歌手 来担任导师呢 这个问题我们倒是可以来分析一下 李荣浩应该不会再来了 李荣浩跟好声音签了四年 今年就正好是第四年 也就是最后一年 如今合约到期 也到了说再见的时候 关键是 自李荣浩担任好声音导师以来 遭受了太多的质疑 如今想不走都不行了 李荣浩一走 就相当于腾出了一个位置 第一个导师 李克勤 大家可以想象 李克勤连续两季担任好声音导师 又连续两季当上了冠军导师 现在士气阵亡 他明年可能缺席嘛 不大可能 所以第一个导师 李克勤 八成概率 第二个导师 要么是李文 要么是梁静如 梁静如的可能性不大 他跟之前的齐琴 陈奕迅 李宇春一样 说白了就是来当一季导师 混一个殿堂级导师的称号 不会长期当导师 所以第二个导师 可能是李文 第三个导师 周杰伦 原本第十季的时候 周杰伦就要回归 但由于受疫情影响 最终只能缺席 现在周杰伦的新专辑也出了 三胎也生了 刚好可以腾出时间 担任第十二季的导师 网友们也强烈呼吁周杰伦回归 怎么着也要当一季冠军导师再离开 不然怎么配得上 华语乐坛的领军人物呢 第四个 谢霆锋 谢霆锋已经缺席两季了 看得出来 谢霆锋一直很想带出一个冠军学员 可两次都未能如愿 如今看到同为香港导师的李克勤 连续两季当上冠军导师 他能不行动吗 不出意外 明年谢霆锋也有可能回归 所以如果明年的四大导师是周杰伦 谢霆锋 李文 李克勤的话 也不失为一个非常强大的阵容 必定看点十足 说不定又会掀起一股热潮 是周杰的 第四个